12月15號上午10時 來自浙江的張女士 就和老伴來到了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 他們對著鏡頭秀出了兩張車票 手握這兩張具有紀念意義的車票 將讓他們成為首批 登上港珠澳大橋藍海豚島的信任兒 當天 港珠澳大橋旅遊試運營在珠海開通 上午11時左右 滿載遊客的首發團大巴 離開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 行駛在港珠澳大橋上 現在呈現在我們眼前的 便是港珠澳大橋了 一橋飛架 橫跨東西三地相連 這座東京香港 西連珠海澳門的跨海大橋 全長55公里 已然成為世界最長的跨海大橋 風帆造型的九州橋 海豚造型的江海橋 中國捷造型的青州橋 三座通航孔橋依次出現 車窗外風景宜人 歡迎歡迎 港珠澳大橋旅遊試運營階段 每天開放20個班次的專線巴士 人流量控制在1200人以內 試運營第一週的專線巴士已經全部約滿 遊客抵達南海豚島後 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 人工島主體建築的120級樓梯 120級台階寓意著大橋設計使用壽命為120年 但如果遊客中有行動不便的老人家 也不必擔心 工作人員會安排直達電梯 提供周到服務 而登上台階後 香港大嶼山就已經近在眼前 一橋連三地在這裡得到了最生動的體現 那我的左手邊呢 就是我們的香港大嶼山了 就是我們著名的香港大嶼山 右手邊呢 是我們的香港國際機場了 那平均每房班的時候呢 每平均一分半鐘就有一架飛機 從我們的頭頂上飛過的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距離香港呢 是366米是非常近的 進入藍海豚島展示廳內部 蔣姐元為遊客講述大橋建設的故事 世紀工程的背後是數不清的艱難險阻 更是建設者無數個日夜的攻堅克難 是高大上的黑科技 也是人類智慧和勇氣的讚歌 去香港已經走過幾次了 但是呢第一次來到港珠澳大橋 這個人工島上 非常的震撼 尤其是聽到我們導遊 介紹了那個特別艱辛的建造過程 由我們中國的團隊自主的研發 非常自豪 特別感到非常的那個驕傲和自豪 最後在觀景平台這裡 大家可以全方位欣賞林丁羊的美景 如果運氣好 還可以看到被譽為海上大熊貓的 中華白海豚 那我們的白海豚也分很多種顏色 有粉色有灰色 就是幸運的時候呢也是可以看到的 那我也是有幸看到過幾次 圍繞大橋旅遊的深度的開發 我們會做系統的謀化 逐步的把我們的產品打造的更豐富 讓遊客來到大橋 來了不想走 走了還想來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會帶小孩過來 帶老公過來 帶我父母過來 這裡值得力來 接下來我還打算把孩子們也帶上來 讓他們也感受一下祖國偉大的工程